楼台先得月 他先弄到手 弄得关羽非常的郁闷 那曹操这个事情做的确实是不低道 是不是 你怎么能这样做事情呢 通过易中天显然的分析 我们可以判定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三国历史 每个人也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点评三国人物 三国演艺中对英雄人物的刻画淋漓尽 民间传说中对他们的英语更是津津乐道 那么面对历史文学和民间这三种形象 在今后拼读三国历史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 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弄清楚历史形象 对于三国来说 我们要读的是这样一本书 就是陈寿的三国志 陈寿是四川南充的 在西晋统一中国之后五年 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一部不朽的史学著作 三国志 陈寿是一个自学很严谨的人 因此他虽然收集到了很多材料 他都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甄别 但凡他认为不可靠或者存疑或者靠不住的 他一般的说是不会写进他这本三国志的 因此也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三国志非常的简略 所以过了一百三十年 有一个山西文喜人叫做裴松枝的 为承受的三国志做了柱 而裴松枝的这个柱呢 和一般人做柱是不一样 一般人做柱是呢 他就做一些名词解释 或者标一下这个地名是在哪里 这一年是怎么样 裴松枝不是这样 裴松枝把他所能看到的史料 包括承受看过不用的 也包括承受没有看到的 他把它收集起来 注在承受的原文后面 这就大大的丰富了三国的史料 而且裴松枝在引用这些材料的时候 他也进行甄别 他觉得可靠的 他就注上去 他觉得靠不住的 他也注 但是发表他的观点 说这一条恐怕靠不住 理由是什么什么 如果有很多材料 这些材料是矛盾的 裴松枝又得不出结论来 他怎么办呢 纯而不论 就是把这些不相同的材料 他并列地注在后面 让读者自己来思考 这是一种非常值得学习的 治学方式 第二我们就是要来看文学形象 文学形象虽然不等于历史形象 但是文学形象也是有价值的 比方说三国演义 就在后世被视为兵书 视为军事和政治的教科书 亲人入关之前 曾经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 交给他们的亲贵大臣们阅读 以便学习怎么样 用三国演义交给我们的办法 来对付明王朝 那确实三国演义啊 后面很多人效法 钱宗书先生就谈到 这个空城记的问题 那由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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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学来使空城记 因为钱宗书认为 空城记这个计策 是以不欺欺 不欺授欺的典型 什么叫做不欺授欺呢 就是用不欺骗来推销欺骗 就我明明白白告诉你 我这里只有情同人两个 我是既无埋伏又无兵 你来嘛 我越说真话 他越不相信 这叫做不欺授欺 毛宗刚父子在批三国演义的时候 也谈到这个问题 毛宗刚父子说 只有小心谨慎的人 才不敢做大胆的事 也只有小心谨慎的人 才敢做大胆的事 因为人们都记住了 他平时的小心谨慎 他偶然大胆一回 谁都不相信 所以那个成功 他是一种心理战 他是有道理的 也是给我们有启发的 当然钱先生的文章里面 也引用了魏喜的话 魏喜说 这个所谓诸葛亮的空城记呢 也得看情况 不是可以乱用的 他也就是碰上了司马仪 是个知识分子 是个读书人 这知识分子读书人 最大的问题 他就想问题复杂 有时候书读多了 也是不好 他老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他老在那琢磨 他怎么回事啊 他说如果碰上一伙强盗 一伙毛贼 一伙三代王 他想那么多 老子进去再说 管他梁的 进去怎么样了 诸葛亮抓走了呀 所以即便是文学形象 或者是民间形象 我们来琢磨他 研究他 也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要怎样来琢磨 和研究这三种形象呢 钱穆先生说呀 读历史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 看历史 这个叫做历史意见 第二种是站在 惊人的立场上 看历史 这个叫做时代意见 那我个人认为了 还有一种意见 就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 看历史 这个叫做个人意见 所以对于历史来说 它有三种形象 历史形象 文学形象 文件形象 它也会有三种意见 历史意见 时代意见 个人意见 三种意见 三种形象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 就是我们的品读三国 我们品读三国 就是想把观众朋友们 带回那样一个 英雄辈出 波澜壮阔的历史 这又使我们想起了 书文波的词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 江山如画 亦时 多少朝朝 我们也想起 宋人张森的词 多少六朝心肺事 进入渔桥闲化 其实进入渔桥闲化的 又何止是六朝心肺事呢 那是可以包括一切历史的 正所谓 古今多少事 都赴笑谈中 在今后的节目里 我将和观众朋友们一起 笑谈三分 品读三国 那么从哪儿说起呢 我想 还是从那个 历史形象 文学形象 民间形象 最复杂 分歧最多 争论最大的人 说起吧 就让他 引领我们 走进那个 原本就很复杂 而又波澜壮阔的 历史吧 请看下集 真假 曹操 他曾经叱咤风云 他死后骂名最多 在演艺中 他为什么是白脸奸臣 在历史的记载中 他的所作所为 为什么自相矛盾 他究竟是奸贼 是奸巡 还是英雄 在众多说法不一的形象中 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曹操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关注 义中天 品三国之 真假曹操 未经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